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国今天新增1470起病例 雪兰额最多551起 沙拉月222起 今天再有三个人病逝 到了2040年 我国预计将会出现超过10万年肾病患者 患者将会进一步年轻化 新闻一开始来关注国内的疫情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我国的新增病例达1470起 雪兰额新增最多551起 沙拉月222起 今天再有三个人病逝 同时新增两个感染群 都是涉及职场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我国新增1470起确诊病例 有12起输入病例 其余都是本土病例 卫生部指出 今天新增的病例中 雪兰额新增最多达到551起 沙拉月222起 槟城178起 吉隆坡158起 柔佛101起 霹雳72起 沙巴71起 吉兰丹40起 玻璃市29起 登交楼14起 吉兰13起 彭亨8起 森美兰6起 布城4起 马六甲2起 纳敏1起 目前 我国的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达到322409起 今天新增3起死亡病例 累计的死亡病例达到1206起 卫生部指出 单日痊愈出院的患者达到1830人 目前累计康复出院的人数达到34492人 今天的活跃病例达到16000多起 其中162人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 70个人需要使用呼吸器 政府呼吁人民积极参与疫苗接种计划 并指出 接种疫苗之后引起的副作用非常轻微 民众不必担心 可以安心接种 因为社会上流传关于疫苗副作用的资讯 大多数都不属实 目前 过程中不属实的副作用了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副部长 达度阿曼-Amzad指出 政府已经制定安全措施 以便应付民众接种疫苗后出现副作用的问题 卫生总监Nansree-Nohisham预计 在2040年我国将会出现 10万6千名需要洗肾的肾病患者 令人担心的是 这些患者估计有30%是45岁以下的青年 这将会对我国的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 Nohisham同时也呼吁肾病患者 必须登记接种新冠疫苗 Nohisham说 目前我国共有多达4万名肾病患者 面对肾脏无法正常运作的问题 而需要洗肾 从2018年开始 我国新增了8000名肾病患者 并出现逐年增长的迹象 他今天在我国的2021年世界肾脏日 线上研讨会中至此时这么表示 他指出卫生部肾脏服务科将会和马来西亚肾脏基金会 和马来西亚肾脏科学会携手合作 配合世界肾脏日 推出一系列的活动 希望可以提升民众对于肾病检测 早期肾病预防方面的议许 另外 马来西亚国家肾脏基金会主席 兼董事德杜杰基摩拉表示 大部分的肾病患者 早期都不会出现症状 一些患者在发现自己肾脏有问题的时候 肾脏已经损坏了90% 因此 他呼吁民众 定期进行身体检查 以及时发现病情 目前 有61%需要洗肾的肾病患者 都是因为糖尿病而引起的 18%是因为高血压而引起的 大部分病患的病因 都是源于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与不活跃的生活习惯 卫生部证实 沙拉越州今年已经有两个人 因为感染狂犬病而死亡 卫生总监 Danskri Nohisam 促请沙拉越人 遵守政府和卫生局 所发布的所有建议和指示 一同遏制州内的狂犬病问题 Nohisam发文告指出 第一起狂犬病死亡病例 是一名52岁的大马籍男子 尽管死者家属否认死者 曾经被狗或其他 哺乳类动物咬伤或抓伤 但是死者在去年10月 捕捉和斩杀过一只 曾经咬伤他员工的狗儿 死者在今年2月发病 被送往施屋医院救治 证实感染狂犬病 不料在住院一个星期后 并发生亡 第二名死者今年54岁 也是大马公民 他在3月5号 因为出现全身酸痛 发烧 恶心 食欲不振 双腿不利等症状被送院治疗 并证实患上狂犬病 死者住院两天后 情况恶化 需要靠呼吸辅助器 最终还是不敌病魔 撒手人寰 当局调查发现 死者曾经在去年12月26号 被自己饲养的家犬咬伤 罗西山补充 卫生部和沙拉越卫生局 会持续监督沙拉越狂犬病的情况 并将会和兽医服务局合作 以便迅速控制狂犬病 他也呼吁民众 每年携带宠物到私人 或政府的兽医诊所 接种狂犬病疫苗 以减少人类感染狂犬病的几率 罗西山指出 这次我国今年首两起 人类狂犬病病例 也使得沙拉越 自2017年7月1号至今 累计了33起狂犬病病例 造成31个人死亡 首相丹水姆希丁指出 女性也是国家栋梁 在疫情期间 大马女性对我国的经济 以及社会安宁 做出许多贡献 因此她鼓励社会支持 和提升女性的发展 姆希丁强调 社会必须维护女性受教育 言论自由 以及其他应有的平等机会 让她们在涉足的领域 公平竞争 开发更多潜能 既然这种疫情 在生活中,在教育中,在业务中,在业务中。 首相兼国盟主席, Dansri Mohiddin,今天透过视讯在第49届民政党代表大会上致辞, 他指出国盟是全国人民的新选择,他促请国盟各政党做好准备,应付大选。 他补充国盟随时做好准备面对选举, 他希望每个成员党能够吸取过去的经验,贴近民心,以取得人民的信任。 他相信成员党所展示的团结和努力,能够更有效地领导国家,维护各族人民团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无人机的科技在我国的农业领域逐渐盛行,同时也受到新一代农民的欢迎, 尤其是在喷洒肥料和农药的工作上带来许多方便。 而事实上,无人机的使用不只是减少农民的工作负担, 同时也减少农民在使用农药的时候所面对的风险。 在沙巴,有一家提供无人机服务的公司,为了协助当地, 尤其是孤达毛绿以带的农民,提供了无人机喷洒农药和肥料的服务。 40岁的公司创办人菲鲁连彬表示, 这个无人机的设计是纳入日本无人机喷洒技术的元素。 2017年开始,已经在大马半岛提供无人机的服务, 而在最近,把这个服务扩展到沙巴, 同时也根据沙巴的农业情况做出改变。 这也是下巴首次为了, 农业领域使用无人机落实的计划, 这个无人机的技术可以加强在农地喷洒农药的效率。 每一架无人机的价值是5万令吉, 可以容纳25公升的液体, 同时可以持续飞行30分钟, 甚至可以在3个小时之内喷洒11亩的土地。 平时,农民需要大约9天的时间, 人力喷洒同样11亩大的土地。 沙巴农民组织机构主任安妮达米沙巴 也非常欢迎这个措施, 并有信心无人机的使用 替刺激农业领域, 同时也可以减少农民的工作量。 10 hektare呢, 如果能力喷洒用在9天的时间, 但是软能够减少3天的时间, 然后软能够减少3天的时间, 然后软能够减少25 liter, 能够助于能力喷洒农药的效果。 这个公司目前有两架无人机 未来计划配合润益增多的需求 会添购更多无人机 我国进入行管令将近一年 在新常态下 许多人都把生活重心放在家里 培养了不同的居家兴趣 近年来国内也掀起了种植采叶玉的风潮 七彩斑斓的采叶玉 不仅适合在温室栽种 而且还能够作为装饰 为居家生活带来绿意盎然的风景 是一种官叶型的采叶植物 它的叶片色泽美丽 变种极多 适合生长在热带天气 由于它的外貌出众 养护也相当简单 因此成为了不少大马人的种植首选 作为一名采叶玉的爱好者 孙少秋表示 这项种植活动 让他在疫情之下 找到了不一样的生活乐趣 这是我的育儿 这是鹌堂蜂蜂蜂蜂 由熙少秋 我有另一个种植物 像是安兜莲美丽 这种很容易找到 在洛杉矶 这是阿洛杉矶 阿洛杉矶 这是我最初的核心 阿洛杉矶 是金莲 所以这是 另外一个 青蟹的卡拉迪环 是 Muffet的卡拉迪环 她表示 在我国 采叶玉一向是 平价的植物 不过自去年 落实行管令开始 采叶玉的价格 不断飙升 成为大马人的 种植新宠 许多种植爱好者 也会在网上 分享种植采叶玉的 照片和心得 而在过去的一年里 她本身 已经花费超过 两万令吉 购买和养护植物 据她所知 一般的采叶玉 售价大约落在 二十令吉左右 而稀有品种 售价可能高达 六千令吉 吉隆坡一名 原一家的 Rod Kasim也表示 在疫情期间 国人对采叶玉的需求 瞬间飙升 因此 她也在自己的园区里 种植了上百款 不同颜色的采叶玉 供民众选择 她表示 尽管政府目前 已经逐步放宽限制 让民众进行 部分的户外活动 不过她相信 大马人种植的兴趣 并不会因此减退 RTN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宁管面对新冠疫情的影响 中国半导体芯片一度面对供应中断的问题 但是英特尔公司仍旧看好中国的数码发展前景 正在寻求更多和中国的合作机会 以便加速中国半导体芯片行业的技术发展 英特尔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杨旭 接受中国媒体访问时指出 全球数码经济正在直线增长 因此英特尔探准这个机会加速业务转型计划 他说在数码经济的发展下 中国制造业将会大规模生产更多的智能设备 所以中国应该抓住机遇 利用数码经济的增长来推动其他行业的智能转型计划 他认为中国在芯片和半导体领域 有望实现技术突破的目标 并将为相关企业创造更多的市场机会 他补充尽管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但是中国英特尔获得中国政府的支持 所以英特尔在中国的工厂并没有停工 杨旭认为中国的尖端技术发展 不会取代其他公司的产品 反而会制造更多的合作机会 因此英特尔希望能够和中国合作 共同研发优质的产品销售到世界各地 好的 这节华新闻就给您播到这儿 我是刘振业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